第一次进入我房间是说卖车 我当时就觉得完蛋了 第二次大概又过了两个月 又是敲门 起了吗 我说醒了醒了怎么了 他说我进来了 好进来以后直接说来穿上衣服去杭州 跟我走去杭州 我当时心里就想着完蛋了 这肯定是卖车的钱花完了 这次指不定要卖什么呢 我说彻底凉凉了 真的凉凉了 叫起来以后 开着车 那时候就没有那个车了 他借了个其他的车 什么车 我不记得了 反正是开车去的 那天我还记得我还有点拉肚子 中间还得各种找休息区什么的 开车到那 到了杭州的市区 他就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说我到了 大概到哪 然后说什么什么东西 我还说完 开车到了哪 杭州当时有一个大厦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叫锦江大厦 开车到了楼下 然后前台就是秘书 他那是个里面好像有酒店还是什么的 然后人家就说 先生你找谁 他说我找豆总 跟他约好了 我在这等就行 然后我在这等 我当时就一直在 他也不跟我说去干嘛 你知道吧 他说去借钱 我在车上问他去干嘛 他说去借钱 我当时心里就想着完蛋 车刚卖完吃 我就跟他说别老这么大手大脚 感谢三十多的直升机 感谢感谢感谢 他对我来说就像是半个父亲 你知道吧 他也把我当半个儿子 他自己只有个女儿 我说完蛋了 我说借钱 这家伙肯定混不下去了 然后过了一会儿 电梯门开了 就跟小说一样的 下来一个什么样的人 穿着很朴素 具体穿着拖鞋还是什么 忘了 但是是天热的时候 然后后面跟着两个 一个是类似于秘书 两个人都穿着黑西服 一个保镖 走出来了 然后见着他以后就握手 很久没见 你终于来了 怎么怎么样 你握手 我当时一看带着保镖的 这只有在小说里 网络小说上才有 电视剧里那事都不那么拍 坐电梯 这是谁 这是我一个学生 现在跟着我 小兄弟你好 还跟我握了个手机 特清楚 然后电梯到顶楼 反正几十层的楼 我记不住了 反正是顶楼 到了顶楼以后 电梯门一打开 他说来呀 先看看我这个办公室 你好久没来了 好的 整个一层 就他办公室 然后到这个地方 反正聊的什么 具体我不记得了 然后就说 那中午吃饭吧 没问题 马上去安排 安排吃饭 我们在他办公室 简单的聊了聊 我老师也跟他说一下 我这个学生懂点 这个设计布局什么的 帮你看一看 好啊 小兄弟 你跟我说两句 我那时候还真的是 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在人面前 你这个鱼缸 怎么怎么样 说了说 你说的不错啊 看来你这东西 是真的学过什么 一会儿饭准备好了 吃饭 然后高超来了 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还没上菜 还没倒酒 然后他紧接 上了凉菜 倒了酒 还没上菜的时候 他说等一下 他说我知道 跟我老师说 行风 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店 你这次来肯定是有事 要么你也不会来 你要么说一说 你这次来要干嘛 咱们还好 踏实实的吃这顿饭 我说 我老师就说 我这次来就是借钱 他说 借钱干嘛用 他说想要在深圳 搞个项目 这个项目 类似于节能环保 什么这些东西 很多年前了 未来这个东西 一定是趋势什么的 这种类似于这种 大概聊了聊 很简单 几句话说了一下 然后就说 好 多少钱 他说500万 500万 我当时虽然没有在吃菜 但是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都说 咱借50万就行了 你那车才卖了20多 500万 你真 我当时心里具体的那个感觉 我形容不出来 但我当时就想说 你傻 因为我把他当半个父亲 你知道吧 我也帮他担心 因为这影响我的温饱 跟收入问题 我说500万 什么年代 那时候借500个W 谁知道这个老板听完 一笑 他说那好办 紧接着就边上 跟他那个是秘书 我是经理 我也不知道到现在 我也记不得是谁了 就边上交代了一下 他 然后紧接着就说 那事情谈完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好 我老师也开心了 来吧 但是我老师不喝酒 那顿饭 我也是不知道 蒙了头了什么的 反正一顿就是喝呀 不就是 就帮着他喝呀 然后年轻又觉得 这么大个老板 你懂吧 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时候 但是这么大个大厦 这么大个大楼 我是没见过 知道老板肯定很有钱 我 喝的我真的 我就硬着头皮没倒下 最后那个老板还说 你还能喝吗 我说我跟你讲 咱俩单开一房间喝 我就是你允许我吐的话 我肯定能把你喝趴下 这老板当时还跟我说 好 你这 徒弟我喜欢 那个待会我们开个房间 我跟他单喝 我老师据说把我拦住了 但我没有这段印象 这是后来给我补的 不管啊 反正吃完这个饭 大概的印象就是吃完饭 然后特别重要的一点 吃了差不多了 这个秘书来了 回来以后拿了个东西 首先 咱们不知道是支票 是本票 反正不是现金 拿了个东西 直接跟他说 这是五百万 然后还有一个上面标着四个环的车钥匙 推过来 他说我新买了一辆奥迪A8 那个年代 后来我 我不是上网啊 就后来因为有这车 我才知道 我查了一下 奥迪A8应该是 反正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吧 在当时 他说我也用不着这个 深圳那个地方讲面子 这个车你也拿去 我老师当时做了一件特别酷的事 他把这个钥匙 推了回去说 这个我用不上 钱我拿走了 然后一直送我们到他这个大堂的门口 走的时候握着我老师 那时候我已经就喝很多 我都要吐了 你知道吧 握着我老师的手 就说了一句话 我希望你这个钱还不上 我老师说谢谢 就走了 然后上车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人是谁 我就不说原名了 好吧 叫斗什么高 当时在中国排行 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前三十 锦江 行 行 他那个集团 他不是那个酒店集团 他是杭州锦江集团 是另外一个集团 不是那个开酒店的 是做什么高速公路 做什么 反正很多杭州的 可能都知道 我那时候就懵了 我说他为什么借你钱 他说希望你还不上 他说 他说之前他让我去他公司上班 我拒绝了 我说让你去上班干什么呀 当CEO 我也不懂CEO是什么 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我拒绝了 但我当时就觉得让你去上班 你不去 你可真是败家 我们的关系你懂吧 就是我为他操心 就是他好一点 我不也好一点吗 那时候我是懂这个的 我说你可真够轴的 或什么 他说知道 他说如果我还不上这个钱 我就去他那上班 我说那你就别还了 就大概就这意思 后来就喝太多 就不记得了 但是就借了这个钱了 知道吧 然后A8还回去了 就这么一个 但是在我心里的形象 这是第一次就高达上了 就是什么 前两个月去卖车 他没有跟人开口 借过一分钱 但是他终于 可能想做了一件事情 或者他完成了一个什么想法 他去 就打了一个电话 人家请他吃了顿饭 然后把钱给他 把事办了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就 而且500万是什么概念 我那时候500万 对于我来说跟5个亿没有区别 5个亿太假了 500万我觉得很真实